字幕提供 我们来看第12题 坐标平面上已知三角形ABC的三顶点坐标为A点坐标12 B点坐标46 C点坐标-414 球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BC线段上的中线所在的直线放材式为何 另外一次第一小题我们在坐标平面上就来画一个三角形ABC的示意图 那么所谓的BC线段上的中线这一条直线放材式 首先必须通过BC这两点的中点 我们把中点叫做M点 而且在连接AM的这条线就叫做中线 首先我们来计算M点 那么M点的计算方法就是两个S分量相加除以2 那么因此就是2分之内4加上-4 我们写4减掉4 那么Y分量就是2分之6加上14 计算结果我们得到中点M的坐标 那么就是010的坐标 所以M点的坐标就是010 所以它的中线就是通过A跟M这两点的直线 因此我们就利用2.4来计算 所以AM这条中线的方程式根据2.4 那么就是S我们减掉了A点 所以减1Y减掉了2 那么就会等于0减掉1这是它的写率 那么10减掉了2 所以就等于-1分之8 接着我们来做交叉相乘 所以8乘到S减1得到18S减掉8 那么就等于-1把它乘过来 所以得到-Y加上2 我们把它换成标准形式 也就是8S加上Y 再减掉10等于0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VC线段上的垂直平均线 所在的直线方程式为何 第二小题要求VC线段的垂直平均线 所以我们在坐标平面上 就来画一个VC线段 而且是它的垂直平均线 假设这条平均线叫做直线L 那么直线L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条件必须通过VC线段它的终点 那么终点我们把它称为是M 第一小题我们已经计算出来终点 坐标是010 而且直线L必须跟VC线段是垂直的 那么因此首先我们就来计算VC线段它的写率 那么VC线段的写率我们就利用MVC线段来计算 那么也就说两点直接相减求它的写率 所以分母就是4减掉-4我们计算得到18 那分子就是6减掉14我们得到4-8 那么因此它的写率是-1 这两条直线那么因为直线L跟VC线段是垂直的 意思也就说直线L的写率 那么乘上VC直线的写率成绩要等于-1 所以直线L的写率再乘上VC线段的写率 直线的写率是-1 相乘级等于-1 那么因此我们就得到直线L的写率是等于1 知道它的写率又通过一个点 那么因此我们就利用一个点跟写率 也就是点写式来求出直线L的方程式 那么因此根据点写式 所以直线L的方程式那么就是Y减掉这个点 Y分量是10 等于写率是1 再乘上S减掉S的分量是0 所以就是Y减掉10 那么就等于S 我们把它换成标准形式 那么就是S减Y加10 等于0 所以第一小题求VC线段上的中线 它的方程式 我们计算求的它的方程式就是8S 加Y减10等于0 第二小题求VC线段上的垂直平均线的方程式 计算求的它的方程式呢 是S减Y加10等于0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6 7 8 8 8 9 11 10